這次兩分鐘,好,還有兩分鐘 好,兩分鐘 好啊,好啊 我們上次說的核也很過癮 然後這次有些什麼是 先說蘋果核上次說了不好吃 沒有說到為什麼不好吃 上次說了一點關於不好吃 但其實呢,我很想告訴大家 蘋果核其實在中醫裏 它有用藍杏不幸的 兩樣都是同一樣東西裏面的 所以藍杏不幸其實是在吃蘋果核裏面的成份 就是有沙拉 所以它發覺原來是去癮的 有些這樣的功效 讓大家想一下究竟吃不吃呢 你看回歷史就會有這樣的東西 變成吃多少其實就是答案 因為原來,其實你吃過藍杏不幸嗎 吃過,但不喜歡吃 不喜歡吃,那你什麼時候會用呢 你自己 通常都是小時候 如果家人說你要咳 就煮藍杏不幸 對,藍杏不幸嘛 那就加進去裡面 其實它就是藍杏不幸 就是有這個叫做amigdalene的成份 就是有沙拉 就是在蘋果核裏面 所以變成,藍杏不幸你不會下很多的 那時候記得嗎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要小心份量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呢 沒有,因為蘋果核沒有人會吃的 嗯,是的 但如果你知不知道蘋果核和藍杏不幸的 好痠呢 原來是同類的問題 是的,所以這個可以說 讓大家知道更多 原來還有一些好的核 譬如flaxseed 用我之前教大家發芽的方法 會令到flaxseed 那當然有用 但是為什麼會有用呢 這個更加很值得去研究 因為和食核和纖維和益生菌 也很有關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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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是焗多少度,我又忘了 大概140度左右 140度左右 那你可以120度左右 120度左右 不過通常 那些廚師就去到140度左右 是焗多少分鐘 你說 焗到它 它通常焗到它乾 因為每個人的爐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爐又不同 不可以用這麼多分鐘 那你有個大爐和小爐 之前有沒有開定溫度 和現在有沒有的 這些都可以因素 所以我不想說幾多分鐘 但是10分鐘左右 是一個小的焗爐 如果焗爐是強的焗爐 10分鐘左右 但是要先開定了 不是那麼開 那你最重要就是用肉眼看到它 真的乾了 好像皺皮了 那樣就差不多了 來,來,來,還有30秒 我先看這個木瓜核 好,你等等一下 嗯 這次沒有跟我說 說多久 然後什麼時候開始 又再剪 所以我估計就是 10分鐘 然後又10分鐘又10分鐘 但是我記得好像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到了差不多 我會停一停 讓她 讓她 讓Sandy那裡她自己回答 讓她自己回答 對,你經常都不記得 趙博士在東岸那邊 現在已經是下午 對,記得上星期 我們不是說了一些核 木瓜 然後還有 番茄 番茄核 番茄皮 那些真的有 好吃 對 還有奇亞子核等等 很多眾眾問到 因為上星期趙博士說到 原來木瓜核 我們通常滑了就丟 原來就不要丟 原來是非常有益的 你又把它放進焗爐那裡 大概140華氏度 140度 焗到它乾 大概10分鐘左右 原來每一天吃幾粒 原來是對這個腸胃好 對嗎 對,沒錯 因為我們吃了很多膠質 有時候有些蠟 在生果上面 那些不同的東西 它可以幫你去到那一層 令到吸收功能更好 特別你如果吃了很多外面的 就是街外的東西 但是塞住了 很油 很多東西 那木瓜核有這個功效 那還有 除了木瓜核有這個功效 還有這個菠蘿芯也有這個功效 是啊 菠蘿芯也有這個功效 是啊 又丟嗎 這些好東西 這些好東西 是啊 還有你知不知道剪完草 剪草呢 如果你吃草 吃草 炸汁 拿草來炸汁 這個英文就叫做 Wheat grass 好聽過廣東話 Wheat grass 就剛才它沒有gluten 那它又是好有 好有 好有life 還有可以幫到 身體提神 這些這些也很好 但是原來炸完 那些草的炸 剪完 那些都可以用的 那些都可以用的 那些是比雞吃 那些雞蛋會漂亮很多 就是這樣的 很多東西就是你猜不到 那些東西那些纖維又高 炸完汁都可以用的 那好像上次教大家 蘋果核也要小心 是不是 蘋果核也要小心 因為它會製造Syanide 其實它裏面的成份 英文Science 那個名字叫Amigdalen 那Amigdalen 其實這隻 這隻毒 這隻 不好吃 但是為什麼 我們中醫裏面會吃呢 為什麼會吃Amigdalen 因為Amigdalen 他發覺了是可以針對這個 有喜痰 有時候痰 不舒服 那他會用什麼 就是用藍杏不幸 藍杏不幸 藍杏不幸 就是跟蘋果的Amigdalen 一模一樣 那我就放了那個 放了上Facebook 讓大家慢慢喜歡看 有些不同的文章 那它其實是在這隻 凡是杏仁 Apricot 就是在藍杏不幸 那裡找到 肚子 車梨子的核 和蘋果核 都全部含有 這個Amigdalen 那曾幾何時 還因為有些人吃了 好了 然後就開始傳出去 但是好看 好小心 就是份量 你不會說 落一杯的藍包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這個Amigdalen 所以中醫有少少 在醫術裏面 他有見過這些功效 特別化痰 所以變成 他會用的 但是會很小心 因為是要看份量和成分 還有就是一些叫Kassava Kassava 專門用來做 譬如那些木薯 木薯的東西 譬如那些珍珠 奶茶 那些珍珠 Kassava 用來做這些東西 有些人你不是聽過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但是有些人聽過 就說不要吃太多這些 其實這個元素 都是回到這隻Sinai 因為有Migdalen 在那裡拿出來的 Migdalen怎樣串呢 就是Amy Amy G Dalin Amy G Dalin Amy Amy G Dalin 你剛才提到 那個多斯羅 烘乾了它之後 也是那140度 烘乾了它之後 打成粉 有時候灑下去 你會看到的 你試一下拿些 當然你會發覺 鬆化到現在不好吃了 刺破了 但是它的刺破功能 它的酵素功能 是全都在 你試一下拿菠蘿心 切了些片 或者切了些絲 然後放進去 好像薑的絲 你放進去肉 你會發覺 鬆化了 不需要很久 十分鐘內 已經鬆化了 嗯 功效就是幫助 我們吃很多膠質 你知道嗎 很多膠 其實他們 例如你買一瓶水 放在外面 你當你不放在外面 你平時放在陰的地方 但是 它運輸的過程 已經放在外面 然後太陽曬 它們就放進去 裡面 這個請眾問的問題 非常之好 剛剛聽你說的 菠蘿心 可以中化那些肉 他說如果把菠蘿心 切成絲 然後去炆牛腩 很容易淋 會會會會會 不過看看它好不好味 除了它有沒有功效 你還要看它好不好味 那這個 菠蘿心 你要試一下 因為我不是廚師 不過可能阿龍仔 你將來找人 跟你研究 那樣東西 發覺好不好味 下多少份量 也是講的份量 但是菠蘿心 為什麼它除了可以鬆化 還有可以去那些膠質呢 為什麼很多人用這個菠蘿心 因為它原來對這個 譬如有時候肩膀痛 有時候關節痛 這隻菠蘿心 含有這個叫做 Bromelaine B-R-O-M-E-L-A-I-N 就是說其實每一棵植物 不同部分 都有不同的成分功效 這個 Bromelaine其實是一種酵素 來的 它就在菠蘿心 含有很多 你們將來扔菠蘿心 就發覺不要扔了 因為原來這隻菠蘿心 原來有價值的 沒錯 吃菠蘿的時候 拿菠蘿心 然後用烘乾的木瓜核 放在焗爐裡 烘乾它 然後磨成粉 應該都較為難切片 是很實的 很難的 不是很實的 其實有把漂亮的刀 其實什麼都不實 最重要的就是 有些刀也有牙 其實不是很難的 那你怎麼做呢 為什麼有些人要試這兩種呢 因為有些人吃菠蘿心 就有功效 接著就對木瓜核不夠功效 有些人就木瓜核有功效 其實整套東西一講漏了 外面很多人不講 整套就是這樣的 就是首先吃了木瓜 之後就做木瓜核 上個星期不是講過的 接著如果這樣 都還是有些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 他吃了膠質多久 又不知道吃了什麼膠質 裡面 有時候就是 做碗麵 不知道為什麼 他那一刻沒有看到 掉了一塊膠在裡面 之後 弄得融了下去 之後喝了下去 如果見到 未必會這樣 但是在餐廳外面 街上吃 站在那些地方 以前用法寶膠 有一些問題 總是覺得 現在不同了 試完這個木瓜核 很多時候 就下一步 就是加這個波羅心 就是這個 次序來的 如果連這樣 接著有些人就發覺 對呀 腸胃好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塞塞的 在人的身體裡面 那你知不知道 他們之後就發覺 那些蠶蟲 你不是說 你以前小學 中學試過 對呀 玩過這些實驗 是不是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他們發覺 原來再加上 一些叫做 Mulberry leaf 就是那個 Mulberry 那棵樹 桑樹葉 我們吃了下去 在這個 次序裡面 就是做完 那些東西 再加上桑樹葉的人 會舒服了 舒服了 譬如山渣 山渣大家都吃過 通常在糖裡面 但山渣其實 不是甜的 下了很多糖 才會甜的 山渣本身 如果是新鮮 或者曬乾了那些 其實是酸到不得了 不好吃的 那你如果拿了山渣 也是一種 煮食的方法 你拿了那些 抽離山渣的精華出來 是可以幫助 血管彈性 好一點 就是變了 血管彈性不好 會怎樣呢 就會 有機會爆 那如果血管彈性好 就可以承受力多了 那一般人 如果開始 高血壓 很多事情 他想不到山渣 那他聽到 是不是去買山渣糖 不是山渣 是山渣 山渣 新鮮山渣 然後自己去製 沒錯 即是不要自己去買山渣 餅吃 沒用的 加上那麼多糖 是糖 是的 新鮮 還要浸酒 還要浸酒 才會抽出那些成分 還要浸成 好像有 通常 看你住哪裡 一般來說 都是可以 兩至四個星期 浸的過程 裡面 浸酒 然後抽出那些 山渣的成分 最後就是要加蜜糖 因為你調整它 讓你平時可以做成一個膏 然後就去自己的飲品 可以沖一些飲品去飲 就是這樣來的 是的 沒錯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說 關於核 關於山渣的問題 好 好 喂 趙波士 你不如說清楚些 怎樣浸酒 浸紅酒 白酒 甚麼酒 好 好 你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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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甚麼酒 不如問一下 你猜一下 白酒 白酒 古國的白酒 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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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Brandy浸的 要不就是Vodka Brandy 沒錯 一會兒 你一會兒說這件事 山渣 我們現在後院 是否種到的 容易種的 就是我們灣區 灣區很多東西都種到的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是 山渣 是否普通去買 種子就種到的 我不知道 我通常買 我買乾的山渣 有機乾的山渣 喔 在哪裏有得賣 那你在網上 打organic的Hawthorn 首先你知道 山渣的名字 叫什麼名字 叫有機的Hawthorn Berry 那Amazon也有得賣 山渣是甚麼Berry 山渣叫Hawthorn 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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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有得賣嗎 哪裡有得賣嗎 你知道有得賣嗎 唐少有得賣就行了 看上網 但是有機的 有機的 有機的 乾的 新鮮泡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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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新鮮嗎 可以了可以了 有新鮮泡 但是記得有機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它有些農藥 如果不是有機呢 如果不是有機呢 不是有機 這又可以一集去說這件事 就是 為何要有機呢 究竟搞甚麼 為何會這樣呢 就是原來有一隻東西 跑了出來 吃下去就會搞到有百甘信病 有發洋雕 有很多問題 糖尿病 就證實了 這隻就是原來噴進野草裡 它會馬上死 但是只要改了基因那些 就不用死 就是這個問題 這叫做Glyphosate 好 來來來 先開始 好 好 聽開這些在後面 就知道了 我會混合一下這些其他東西 帶一下灣區那邊的聽眾 讓他們明白一下 整個過程 為何要搞到這樣 自己做出來的 其實我們社會呢 就做到一些東西變了有毒了 就算你不噴這些東西 隔壁有噴 都留在水源裡 回來了 嗯 好 剛才說起這個山渣泡酒 究竟泡什麼酒 葡萄酒 葡萄酒 不如等教法事詳細說 好 教法事 對了 剛才也有跟Cindy有說過少少關於 問她 她說起就是白酒 我是不是茅台最好 這些 這些 其實呢 我說其實就是應該 如果用任何果 即是Fruit 就應該用這個 用Brandy 或者用Vodka Brandy當然是最好 Br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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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浸 浸的過程 是抽出來 首先你山渣要洗掉它 洗掉它 那山渣呢 你會見到就是 山渣為何要買有機呢 就是因為有個很長的故事 關於一個叫Glyphosate Glyphosate 是我們在農藥界裡面 會用它來噴下去野草 令到野草 會死掉 如果不改基因 那些植物都會死掉 但如果改基因 反而那些就不死 那初初就想起 哇幾好啊 那些東西又可以生得多 又有些棵菜又大 又不會被蟲咬 即這個concept是這樣的 世界就會有和平 大家餵飽個肚 誰不知呢 就是發覺那些Glyphosate 就叫做 全串法就是GLY Glyphosate PHO 好像越南河粉那樣 PHO 接著是SATE 這個Glyphosate 誰不知漏到周圍這麼大 進了葉 進了一些地方 發覺之後那些人吃了 他們做了很多study 就說 咦為何會 那study不是醫生做 那study是做AI那邊做的 就是現在越來越多糖尿病 又越來越多老人癡癌 其實跟Glyphosate 噴到處噴 有沒有關係 和農夫 因為他們又要直接噴 距離又近些 有沒有問題呢 那就出了這個問題 但為何醫生會不知道呢 因為在所有醫學的書裡面 那些書本呢 是不准登的 因為那間公司很大件事 即是那時候它是 這麼多農業都在用它 這樣不行的 怎麼知道那間公司 一直禁止了這一個 這件事傳出去的時候呢 它有一天就 紙包不住火了 太多data出來了 就是確實證實了 就是這件事 還要搞到美國呢 有幾個部門 特別講癌癌的部門 都全部站在一邊 就是說有問題 那然後EPA那邊呢 因為它又要僱住 農夫啊 很多東西 它就說 都不是很有問題 那就整一下整一下 越來越多問題 越來越多人看到 就是有問題 好了 那最後怎樣呢 就是這間公司呢 最後自己都搞不定 就賣了 是美國公司來的 叫Monsanto 賣走了 離開美國了 離開了美國 就沒有人再蓋住 美國那些Lobby 那然後去了德國 德國的Bayer公司 買了它之後呢 它自己登出來 說我們現在呢 由2023年開始 我們就不會再用這些東西 那你想一下 如果它是沒有問題 它就不會刪掉它 那就刪掉它了 但是為什麼呢 很多東西進了去呢 就是隔壁輪舍 你說我沒有噴農藥 我很小心的 那旁邊有噴呢 它會留在水源裡 那些幽隱吃了 那些幽隱吃了 那些幽隱吃了它之後 那些幽隱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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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發覺 進了去其他生物裡面 它造的那個傷害很大 那所以才要選擇有機 是很多會受損害的東西 那幾種的 幾種好易受損害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concept 就是說 如果它皮薄呢 就很大機會 就會進入了裡面 譬如士多啤梨 就皮薄了 那比起藍莓呢 藍莓呢 就是皮硬的 比士多啤梨 那你會看到 士多啤梨是多 Glyphosate多 和其他農藥 比藍莓的 再比較 就是如果你要杏仁 肯定說腰果好 就腰果比杏仁 杏仁最多的 就是那些 那些snacking 那些核那裡 就很多 粟米也是很喜歡吸收的 雖然它有一個韌韌的皮 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很容易吸收的 牛油果又不是 牛油果的皮韌 但是它又不吸收 所以你可以吃一些 不是有機的牛油果 都沒事 那如果你有了些資料 你就會懂得選擇 沒有的就問了 那我們說回剛才 就是說這個山渣 山渣含有裡面一些東西 你如果用水浸 是得不到的效果 一定要落巴拉底 浸下去了 那你浸下去的過程裡面 你首先洗了它先 洗了它 洗了它 那你記得我們上幾集 都說過洗的方法是怎樣 就是浸水 嘗試發芽的功效 那你不用 山渣不用去到這樣的 你洗它的過程 最後那個情形 就是第三次 你放兩個湯匙的蘋果醋 進去洗的水裡面 那不用浸這麼久 那些 你洗乾淨了之後 第三次 你就要煲它 要煲它 那你煲它 煲它 你就加些 加些巴拉底下去 加下去 加下去 就是你煲完之後 煲滾了之後 你就加些巴拉底下去 大概一半左右 如果一杯裡面 你有一杯 一半是水的 煲 煲熱了 那你加半杯是那個 巴拉底 然後就蓋開蓋 那巴拉底 又有需要煲它 可以熬它 那如果你煲它 它就煲很久 那會搞到什麼事 就會沒有了巴拉底 所以你一定要煲完 那些熱水 煲滾了 煲半個小時 然後 有些人住在山上,要煲久一點 有些人用山下面煲得半個小時是差不多 有些人像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煲完之後,熬了之後 你記得一定要加薄餅 大概double volume 的時候,然後蓋蓋 等它冷了就蓋蓋了 你煲完那些水要用的嗎? 煲完那些水要用的 所以有一個講究,水最好是靚水 因為你會用來調身體吃的 那多少山楣呢? 大概剛才那樣說法 就四分一杯 但如果多些山楣,三倍的 那就可能要兩杯多的水 總之你想煲到它變成一個高 你想它多些東西,多些材料在裡面 那有些人呢? 有些人喜歡那個功效 即是有些特別對神經線好 他又會下一些,譬如是 cinnamon 又會下一些cloth 其實我教大家做蘋果膠 就是教大家下丁香,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有了丁香 蘋果膠跟丁香合起來 有它的特別功效 所以山楣是不用下 cinnamon 以及不用下 cloth 有意下什麼呢? 就是當它做完這件事之後 即是說我下了白蘭地 那會怎樣呢? 就是通常就是用一個 cheese cloth 去隔走那些山楣 隔走它 或者你可以等到浸完幾天之後 才這樣 那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遲隔有時候它會帶了一些結尾 早隔它就會不帶結尾 明白嗎? 或者一個鑰 有些人按它 好看你買什麼山楣 有些山楣大 山楣小 有些山楣肉多 楣小 即是好看 好看的 好看的 如果你有一個牌子叫Star West 如果你上網去看 它那些山楣是有機 然後它的核是大 比例 比起山楣的肉 因為它是用一些野生 即是野生有機的山楣 就不會很大顆的了 但是你在店裡買 可能它會有些不同的了 那最後就是當它凍了下去了 你隔走所有的東西了 現在是用隔 用一個泥 讓它沒有了那些渣 看上去比較清 那你要怎樣呢? 就是可以放一些蜜糖 蜂蜜也好 總之有很多種的 有些人喜歡的 也行 放在裡面 然後呢 那瓶東西 就可以放在雪櫃 兩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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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 慢慢吃 就可以儲存到 如果加了蜜糖 加得多 當然它的糖分會高 但是如果你不加蜜糖 你喜歡它變成 那麼你可以濃一點 可以濃一點 有些人呢 它們自己喜歡 就是有問過我 加不加薑 是可以加薑的 但是是不需要的 你記得是不需要的 是可以純山楂 總之有一個Brandier 那樣東西 變成一個山楂的concentrate 山楂的concentrate 山楂本身呢 你會看到 其實英文呢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要訂購 英文山楂叫做Hawthorn Hawt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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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應該看到 在外面 那個名字 在外面都是這樣寫的 如果在糖尿店 都是這樣寫的 Hawthorn 就是糖都是這樣 它對心臟病好 還有它會對高血壓 和高膽固醇好的 很多研究講過這件事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 血管彈性 沒有多少樣東西 可以做到這件事 除了它 Hawthorn 拉丁文就叫Kratagus 這件事 其實跟Elderberry有拉冷的 它也是做到這件事 所以要不就是Hawthorn Elderberry 好 是 是 是 我們今天要早一點完 因為我們要送付票 大概 大概 五十四分鐘 五十四分鐘 就完 好 五十四 那你是否想我回答白金遜的問題 是的 是的 聽眾問 好 他問什麼 我先查一下 蘋果膠 對白金遜有沒有好處 是嗎 你再說一說 就說回剛才我們這個 這個 山楂 白蘭地浸山楂 是對心血管好 是嗎 是的 我放了上Facebook 我放了他對血痕 血管彈症等等 今次的Facebook 還有我以前去非洲 和駱駝 全部都是非洲人 那段時間 穿著醫生袍 那時候那些人 走了三天四夜 四晚去見我 去看他們 排隊 那次我把照片放出來 是2007年 2006年 是 好 我們預備 我們再提提 我們這個球影教你這個 自製的 白蘭地 好 白蘭地浸山楂 對於軟化血管 不用令你的血管硬化 彈性 幫助彈性 是的 好 來 停 停 停 抬著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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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著 抬著 dece 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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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成功臉 各個各地面 11點47分48分的時候 提提你稍後時間我們有禮物送 有什麼禮物送 當然不是現在說 現在繼續跟趙博士聊一聊 他今天教我們做了一個自製的 山楂豆 白蘭底浸山楂 有什麼好呢 就是對於血管硬化的人特別好 因為可以軟化血管 很容易爆血管 是吧 血管彈性 記得剛才說山楂的次序 就是要洗完之後 洗過過程三次 用蘋果醋 然後它乾淨了 你就可以放水下去 滾它 剛才說了份量 總之的objective 最重要是要做濃一點 因為要做山楂高 差不多 怎麼會變成高 就是放些酒 放些酒 然後就是剛才說 我其實跟Cindy有說過 因為剛才我休息的時候也有說過 你放好酒 滾完之後放酒 你是應該要等 有些人兩三個星期 有些人四個星期 等在這裡 你可以等在雪櫃 如果想安全一點 等在這裡 但一旦有這麼多brandy 即是50-50的brandy 其實它就可以等很久了 那這些你平時 不是整杯 弄下去 醉了 你是每次吃到 吃一匙 那四個星期 等它熬完了之後 等雪櫃 你之後就可以加蜜糖 有些人就先加蜜糖 然後等它在這裡等的 但是其實蜜糖這東西 加下去都是等大家吃下去 就是喜歡 好味 這樣的 蜜糖加有酒 其實它本身就變成 等於會shelf stable 即是可以等一個月左右 但是記得放在雪櫃 那你會見到就是 那個水 水源很重要 漂亮的水 還有就是製造過程 你應該要用那個 那個瓶 當然要乾淨 應該是一個wide mouth的 jar quard jar 夠夠闊的 那你平時拔出來 就不會嘗試擠出來 那這個很重要 還有記得brandy 要不就是vodka brandy會好吃很多 而且通常都是 有fruit的時候 就會用brandy 不要加什麼 不要用corn syrup 蜜糖 不要等它 就是加了蜜糖 原來滾著它來放蜜糖 因為蜜糖是不能滾的 應該是要等它滾完之後 當它在降溫的過程裡面 去放蜜糖 嗯 記住了 放在雪櫃都可以放多久 放一個月左右 放在雪櫃裡面 那如果有些人製造了冰 製造冰 當你弄好這些東西 然後你放在那些 那些小塊裡面弄好一些冰 那你又可以 那些小塊是小的 可以弄一些冰仔 或者弄一些這樣的東西 當然不是小朋友吃 因為有這麼多brandy 但是是可以有 如果是小朋友要吃 那就不用那麼多brandy 就嘗試煮走 有些技術在裡面 但是我主打今次說的 recipe 就是給大人吃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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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你的血管的軟化 舒服彈性 有很大的功效 有很多朋友都問 怎麼弄 可以多說一次 沒有問題 你上網聽多少次都可以 但是觀眾朋友 就問了一個較為有趣的問題 他就說鮮山楂是一個秋季的水果 現在就不知道有沒有可以買 可不可以用現在買到那些乾的山楂片 去做一樣東西呢 蕭博士 可以的 可以的 乾的山楂片是可以的 還有它是稍微漂亮一點的那些 就會整顆 然後你就去 當你滾它 浸了它之後 當它鬆化了之後 滾它那個過程 它就會軟了 那你記得就是 那個過程裡面 就是要用一個格 來隔走它 要不然山楂就剩下很多楂 還有有核的時候 吃了會噎傷 或者弄傷 那你最重要就是 做這個 product 就是一定要隔走所有核 和渣 它應該是純的 就是最後沒有渣 裡面的 那就是了 有些方法 我今天就沒有說 有些人喜歡有些渣咬 有渣咬的那些 你都一定要去滾 就是如果你想做到它有渣 有山渣 拿在你的膏裡面 那就好看人 有些人喜歡塗花生醬 是有些花生粒粒聲裡面 有些人喜歡它smooth 這個是小的技術來的 但是你記住記住 生粒粒是會咬崩牙的 它很硬的 所以一定要去生粒粒 所以一定要去生粒粒 好 那今天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本來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但不夠時間 留下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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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記住很多人都問 在點訊上問 可不可以多說一次 怎樣做白蘭地浸生粒 你自己上網 就可以聽幾多次 沒錯 嗯 今天下午兩點之後 可以上回你的 沒錯 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 這個節目時段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下個星期五再聊 趙博士 是呀 剛剛也聽過 其實你一手